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的囚徒倒只用思想就能操控电脑 瘫痪病人 有了全新的沟通方式 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发明 生物技术 电脑技术和全球无限化 是这十年的关键词 从哈勃空间望远镜 照相手机 到火星探路者着陆系统 它们都是震惊世界的发明 世界上最昂贵的望远镜传回了第一批照片 但它们非常模糊 望远镜需要调整 这要感谢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宇宙工程师 1993年在德国加尔兴 吉姆·克罗克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 哈勃空间望远镜项目高级工程师 对于在地面工作的天文学家而言 对天体的观察一直不尽人意 就像戴了一副度数不对的眼镜 将望远镜送入太空 不受地球大气的影响也许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建造始于1970年 耗时20年 1990年4月24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现号航天飞机 搭载12吨重的望远镜飞向太空 在地球上空600公里处 哈勃空间望远镜开始了轨道运行 在望远镜内部 一面直径2.5米的镜子 将光反射至第二面镜子 通过进一步聚焦光线 将光提供给五台不同的设备 共有两台照相机 主照相机拍摄银河系全景图 另一台拍摄单颗恒星或行星的远距照片 两台光谱仪将遥远天体发出的热量 转化为可见图像 一台测光表设置其他四台设备的曝光 在地面上 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一批精彩照片传回 最兴奋的人当属吉姆克罗克 但是当照片传回时 所有人的希望都破灭了 照片模糊时针完全看不清楚 他们正面临一场 灾难 二十年的研究 十亿美元的投入 也许将付诸东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未来岌岌可危 吉姆克罗克的理想工作演变成一场噩梦 他来到德国与全球专家一同探讨解决之道 好消息是 他们找出了望远镜的问题 哈勃空间望远镜中那面巨大的主镜制造有物 镜面弧度错误导致一切都无法聚焦 更糟糕的是 哈勃空间望远镜已被送上太空 主镜无法修理 最终只好另寻解决之道 吉姆迫切希望想出解决办法 但这一刻他并没有任何灵感 因此他决定去冲个灶 就在这样的欧式浴室中 他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吉姆想 如果将一个带有回转臂的装置 放到望远镜中 就像淋浴喷头一样 就能将误差校正过来 吉姆和他的同事 花了三年时间建造太空望远镜光轴补偿 校正光学装置 他形似一个大盒子 大小与冰箱相当 但重量是冰箱的三倍 内部是十二面安装在机械壁上的镜子 功能类似于可调节的隐形眼镜 1993年12月 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 搭载太空望远镜光轴补偿 校正光学装置 奔向哈勃空间望远镜 宇航员在五天内 进行了五次太空行走 完成安装 两周后 天文学家在地球上等待调整后的第一批照片传回 形式千军一发 特别是对吉姆·克罗克而言 there's so much at stake and the drama is so high everyone know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ble to see the heavens sharply hinges on this repair 照片传回 清晰可变 非常完美 The reaction of the scientists was a mixture of unmitigated joy unmeasurable relief that this was fixed and the telescope was now going to function as planned 哈勃空间望远镜在二十多年里运行了二十四亿公里 在此期间 天文学家对恒星和银河系进行了数十万次观察 毫无疑问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更为清晰了 多亏了吉姆·克罗克和他的发明 这十年间的发明还包括 1991年 万维网首次亮相 突然间 你只需点击鼠标 便可接触到人类庞大的知识宝库 万维网使互联网进入了千家万户 同年 网络摄像头问世 它有几个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发明 这样他们便能监控咖啡供应情况 如今地球上几乎所有电脑都装配网络摄像头 1996年 基因克隆技术让我们见到了可爱的多利 这只克隆羊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如果羊能够无性繁殖 那么克隆人还会远吗 时至今日 即使在最贫穷的地方 也能获取新闻 警报和一些重要信息 这多亏了依靠体力工作的收音机 没有插头 不用电池 这一切源于一位细心的英国工程师 他从来不扔掉任何东西 1991年的一个下午 特雷福贝里斯打开电视 上面正在播放关于艾滋病 在非洲蔓延的纪录片 和很多人一样 特雷福希望有所贡献 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 他也许真能帮上忙 他不能做到的事的确不多 他曾是全国游泳冠军 也是杂技演员 甚至做过特技替身演员 但他也是工程师 他为残障人士 制造了一系列特殊的小发明 现在 特雷福的动力 是帮助非洲人民 获得所需的信息 他开始构想 创造一台不需要花一分钱 就能正常工作的收音机 在特雷福的想象中 他已经设计好一台收音机 能通过转动摇柄提供动力 就像留声机一样 他有一个理想的地方 来制作样机 他的工作间 其中满是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 特雷福从旧晶体管收音机 开始改造 现在他需要电源 但不能使用电池 这个小发电机也许可以做到 发电机是电动机工作原理的逆转 如果能让发电机内部机制运转 就会有电产生 最佳实力就是自行车的车头灯 灯自行车就能为灯提供电力 很快 特雷福就将发电机 连接到了晶体管收音机上 现在他使用手摇钻来驱动发电机 但这只是他发明驱饼前的拳移之计 音乐从他的新发明中传出 飘进了他的耳朵 现在特雷福所需的只是一根弹簧 这根弹簧弄在他摇动驱饼后储存能量 就像给手表上好发条后 手表所具有的能量一样 他有许多弹簧 但他真正需要的是横力弹簧 这样收音机才能顺利工作 特雷福被拦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 安全带里的弹簧是特雷福的发明演变为运行良好的发条式收音机 只需要摇动三十秒 他就能运行十四分钟 现在他只需要让收音机投入生产 当然这才是困难之处 三年的时间里 特雷福被所有投资商拒之门外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发明者也许会放弃 但这位曾经铤而走险的杂技演员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 他打电话给英国广播公司推销发条式收音机 他说这种收音机对于非洲而言将会是突破性的发明 英国广播公司被说动了 最幸运的是 有两位投资人看到了节目 他们立刻抓住了机会 特雷福和他们一起在南非开普敦开设了一家公司 很快 他的收音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 最终特雷福获得了他英德的荣誉 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而且还获得了心目中的英雄 纳尔逊曼德拉的由衷感谢 但最大的荣耀莫过于 看到自己的发明在被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 人们要感谢发明家特雷福·贝利斯 他让全球数百万人得以更好的获取信息 20世纪90年代的发明还包括 1994年蓝牙技术应用 第一款无线耳机实现了免提通话 由此也产生了一批看似在自言自语的使用者 1995年 全球定位系统问世 如果你开车或驾驶飞机 却不知道如何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 全球定位系统就能帮上大忙 1996年 V型自主机器人车 大小只有16立方厘米 这是第一个采用纳米技术的产物 这个V型机器人间谍的感应器 能在紧要关头探测到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存在 人机相连曾经只是梦想 如今它却能让瘫痪的病人控制电脑 这得益于爱尔兰一位神经系统科学家的奇思妙想 这是1997年 美国佐治亚州埃莫里大学医院里的景象 菲利普·肯尼迪第一次为病人约翰尼雷做检查 约翰尼因为中风而全身瘫痪 他的大脑可以正常运转 但无法将指令从大脑传递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现在他所患的就是医学上所称的必锁综合针 约翰尼不能动不能说话 他能做得只有眨眼 他就像是困在自己身体里的囚犯 肯尼迪一直致力于帮助闭锁综合针患者 当他还是医学院学生时 遇到了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 这名患者改变了他的一生 肯尼迪认为 闭锁综合针患者最痛苦的是没有沟通能力 他知道约翰尼的大脑还在工作 因此他在想能否教会约翰尼通过思想控制电脑 首先他要能与约翰尼的大脑直接相连 肯尼迪设计了一种特殊的中空玻璃装置 它有两大作用 首先当他被植入约翰尼的脑中 新的神经组织会通过它生长出来 第二 装置中的电线会将信号 从新的神经组织传送到约翰尼脑外的记录器中 肯尼迪称自己的新发明为神经电极 问题是 它能奏效吗 肯尼迪开始在实验室中的老鼠身上做试验 将这种电极植入老鼠的大脑中 一周后 他去检查老鼠得到的是好消息 的确有新的神经组织通过中空的电极管 只将信号传到了肯尼迪的电脑中 第一步成功了 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 肯尼迪已经准备好将电极管植入人脑 但现在他需要得到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同意 他就是病人约翰尼雷 现在是最关键的问题 闸一下眼睛表示不同意 两下表示同意 1997年8月5日 约翰尼被推进了手术室 此时的菲利普·肯尼迪却如坐针毡 在手术室中 外科手术团队将一枚电极移植到约翰尼的运动皮质中 这是大脑中控制身体活动的部分 约翰尼顺利接受了手术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两周后 新生神经讲治在约翰尼的大脑中开始发出信号 肯尼迪和他的团队开始记录信号 接下来 肯尼迪使用了一套由他研发的电脑程序 将信号转换为电脑能够理解的指令 最后 肯尼迪和他的得意门声准备好迎接最后的测试 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他将证明肯尼迪的发明是否真的有效 约翰尼遵循指令 当他想要移动手臂的时候 他的想法会触发运动皮质中的新神经组织发出信号 电脑会将信号传输到肯尼迪的电脑中 电脑已经完成设置 会将信号翻译成指令 移动屏幕上的光标 肯尼迪屏住呼吸 成功了 光标在移动 植入的电脑准确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很快 约翰尼就能在电脑上拼出单词了 一天他甚至让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大吃一惊 肯尼迪尝试使用他发明的神经电脑来还原真实的对话 毫无疑问 他为B所综合征患者与外界的沟通交流 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这十年中的其他发明还包括 1997年 IBM公司的超级电脑深蓝 击败国际象棋天才 加里·卡斯帕罗夫 战况如何 六局中他只剩了一局 为此他愤愤不平 同年MP3播放其问是 如今你可以通过网络传输音乐 但那时谁会想到数以千计的歌曲 可以放到这样一个小东西里呢 定位 拍照 分享 谈论当下的生活了 这就是我们一直随身携带的照相手机 我们要感谢一位软件奇才 让手机实现了一次飞跃 通常他在压力下能够超长发挥 1997年6月 在美国圣克鲁斯的一家医院里 菲利普·卡恩迟到来 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产品发布会 卡恩凭借在电脑领域的多项第一而出名 他的专长是让多个设备协同工作 他是个软件天才 研究如何让个人数字助理与电脑同步 卡恩也许是电脑界的奇才 但在产科病房里 他完全手足无措 卡恩在等候市里安营扎寨 他准备了最新的电子产品 数码相机 手机 以及手机电脑 他希望所有认识的人 都能获悉孩子出生的消息 卡恩决定要引起更大的轰动 他要拍一张新生儿的照片 随邮件一起发出 但他遇到了难题 那时在公共场所还没有无线网络 而他也找不到电脑适配的手机插口 他将要做出一个也许无法遵守的承诺 现在卡恩迫切希望将孩子降生的消息发布出去 突然他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的手机也无法上网 但手机却有蜂窝网络 或许可以通过手机将照片 传到家里电脑的某个站点上 而家里的电脑一直是联网的 如果你认为卡恩能在宝宝出生的一刻 实现这种新技术 那真是太疯狂了 但他绝不会轻言放弃 第一步 他在手机电脑中编写了一个程序 这将让他的手机通过蜂窝网络发送照片 下一步,他必须将三个设备,即照相机、电脑和手机连接起来。 卡恩开始了他一生中速度最快的一次连接工作。 他一定要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完成。 果然。 先生,现在是时间。 索尼亚经历了十八个小时的辛苦分娩。 但他和女儿已经准备好测试丈夫的新发明案。 菲利普卡恩拍了一张照片,接着他要立刻用手机发送照片。 首先,他像往常一样将照片传到手提电脑中。 之后,由于手机连接手提电脑,新程序开始工作。 将照片和邮件内容下载到手机中。 他的手机通过蜂窝网络将照片和邮件传到家里的电脑中。 家里的电脑已经设定好程序,能够自动发送邮件和照片的链接。 卡恩焦急地等待着,想知道新系统能否奏效。 卡恩发明的照相手机是现在先进设备的笨桌雏形,但在当时他引起了轰动。 很多次你做这些东西,你不确定是什么你真的制作。 然后人们,这就是正确实的事。 因为事实的事是,2000人得到生命的照片,我接到这些电脑中,我回到这些电脑中,我回到这些电脑中说,你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做的事实时,哇,这个是酷的,我能够吃一个吗? 如今,照相手机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电子产品。 任何人都能拍照或摄像,然后立刻将照片或视频发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他们能这么做,完全要感谢技术天才菲利普·卡恩的执着。 20世纪90年代的发明还包括,1998年,干细胞培育成功。 这是一种多功能的救星,它能转变为多种功能的细胞,以修复人体受损部位。 同年,黑眉手机上市,它如同一部电脑,拥有方便的完整拇指键盘。 怎样让宇宙飞船在火星降落? 当然是利用一个由合适材料制成的巨型气囊,让着陆器在火星表面弹跳。 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却最终得以实现。 一位年轻的太空工程师灵感迸发。 1992年,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内,汤姆·李维利尼当时只有24岁,但他以应邀带领团队攻克难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进行火星探测,但这一探测任务必须在预算紧缩的条件下完成。 美国纳税人已对航天局心声厌恶。 1986年,挑战者号发生爆炸,之后又要花大笔经费维修几乎全新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有一位重量级支持者,克林顿总统。 任务开始了,这项任务被称为火星探测者计划,一艘航天飞船搭载着陆器前往火星。 着陆器内部是一辆能自动行走的火星车,因为旅居者号,它将在火星表面漫步,收集科学数据。 但问题是,如何让着陆器在火星表面降落呢? 这个棘手的工作交到了李维利尼和他的团队手中。 李维利尼自幼就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却事与愿违。 从拆烤面包机到直面这个项目的巨大风险,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在火星着陆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提议。 第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这颗红色星球上大气稀薄。 此外,火星探路者会以时速两万七千公里在太空飞行,降落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 艰难的三个月过后,着陆研究工作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有一天,李维利尼看到了某样东西。 那是一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草图,画的是某种奇怪的气囊。 他想到或许探路者可以以这种方式在火星着陆。 李维利尼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整个团队,这听起来的确有些疯狂。 我们将把路红色的路线放在沙发上,让它跳跃,像一枝球。 问题是,决策者会认可这样冒险的想法吗? 整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火星安全着陆项目制定了四步走计划。 第一步,当着陆器以时速两千公里冲击火星表面时,降落伞会打开。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给气囊充气。 第三步,反推减速火箭点火。 第四步,着陆器着陆,在火星表面弹跳翻滚。 这是整个计划中最危险的部分,需要依靠李维利尼和他的团队来实现。 很快,他们做出了一个模型,它不会给气囊表面带来太大压力。 但他们要使用哪种材质呢?这是接下来的一大挑战。 李维利尼伸直,汽车安全气囊所用的宝尼龙远远达不到腰区。 李维利尼和他的团队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材料。 但是都没有成功。 然而,接下来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材料,名为维克特伦纤维。 但是当研究小组将几个维克特伦纤维模型投入严酷的测试之后,他们每次得到的结果都令人失望。 时间越来越近,距离发射还有一年,但是要测试并制造新的气囊也要花掉近一年的时间。 更糟糕的是,发射日期不能更改。 只有当地球与火星之间足够接近时,火箭才有足够的能量在两周的窗口期前往火星。 这种机会每两年才有一次。 无论维克特伦纤维表层有多厚,气囊测试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天,李维利尼开始回想那些测试过的气囊,其中一些确实要比其他的出色。 他突然知道该怎么做了。 李维利尼的团队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了一批新气囊。 这支气囊由五层薄维克特伦纤维制成。 现在是至关重要的坠落测试。 此时距离气囊交付的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了。 如果这些气囊仍然破裂,那么这个任务便宣告失败。 但这次不需要担心了,气囊顺利过关。 火星探路者于1996年12月4日发射升空。 它将在太空飞行整整七个月,行程近5亿公里。 1997年7月4日,探路者即将登陆火星。 整个工作组聚集在控制室中等待结果。 我们加 ноябird的4个月。 操级的聚集备。 李维利尼和团队成员要忍受六分钟恐怖的煎熬。 这组织的就是所有人发展中国进行。 如果任何之间的组织的织的织织织织根本一样, 没有任何视觉线索可以遵循 只有特殊的声响能告诉他们 着陆过程的每一步是否成功 一些声响传来 但在李维利尼听到特殊的声响之前 整个着陆任务仍然处于危险状态 最终声响传来 成功着陆 第二天 旅居者号是黎着陆器 由此开启了火星探测的新机缘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探测者传回了数量空前的数据 着陆器和火星车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 但是如果没有汤姆里维利尼和他的气囊研究团队 没有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 就不会有火星探测者任务的成功 技术含量极高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此结束了 二十世纪无疑是全球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伟大世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表 named,"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还能放下来的尴达 大家大loo众 co Freddie about thin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